有人说掌握了石油就相当于控制了全球的命脉 而盛产石油的中东各国却因长年战乱而成为影响国际油价的主要因素 为了协调石油政策与价格并确保石油市场的稳定 一个名为OPEC的组织就此诞生 各位好 欢迎来到ATOS金融小课堂 我是分析师Glenn 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OPEC 全名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是一个由13个成员国组成的政府兼国际组织 该组织于1960年成立于伊拉克巴格达 并于1965年将总部牵制奥地利维也纳 截止2019年 欧派克的石油产量占全球产量的38% 以及全球石油碳明储量的71.8% 欧派克在成立初期仅有5个成员国 即沙特 伊朗 伊拉克 科威特 以及委内瑞拉 随后该组织不断壮大 并帮助部分成员国实现了石油产权国有化 1973年10月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欧派克为了打击对手以色列及其盟友 果断宣布石油禁运并暂停出口 导致国际油价从每桶3美元暴涨300%至12美元 而欧派克成员国则在此次石油危机中赚得盆满钵满 欧派克也因此一战成名 在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 以及此后的各类地缘政治经济事件中 欧派克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各式各样的角色 但是也正因欧派克在两场石油危机中 对西方利益集团造成的威胁 导致了许多发达国家开始另辟新路 比如以英国北海 阿拉斯加 离海 以及高加索等地区的油田被相继开发 从而对欧派克起到了有效的牵制作用 如今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蓬勃发展 许多曾经依赖石油的产业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 新能源的出现究竟会对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而欧派克又将何去何从 更重要的是 作为投资者的您 是否准备好在这次能源市场的变革中寻找良机 感谢您收看ATOS金融小课堂 我是分析师Glenn 下一期 我们一起了解世界顶尖投行